白宫11月2日发表声明称 美国政府将为降低工薪家庭的能源成本 和支持美国高薪工作和制造业采取新措施 包括通过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提供新资源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通过儿童与家庭管理局 提供45亿美元的援助 帮助降低美国家庭今年冬天的取暖费用 新措施还宣布从通胀削减法案中 获得近90亿美元的国家拨款 以提高家庭能源效率 其他措施还包括从通胀削减法案中 获得2.5亿美元 以制造热泵并提高能源效率 11月2日根据CDC的数据 美国近2400万名成年人患有长期新冠后遗症 其中西维吉尼亚州报告长期新冠症状的比例最高 达49% 佛特蒙州的比例最低为22% 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佛罗里达州新冠患者表示 经历了长期新冠的后遗症 另根据布鲁金斯学会8月份的一份报告 预计有400万美国人因患有长期新冠后遗症而失业 11月3日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正在使用计算计算法 对高管人员预先计划的股权出售进行全面审查 调查人员怀疑有些企业高管操纵股票销售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让高管提前安排交易 并在预定日期进行交易 从而保护高管免受不当行为的指控 有分析人士称 这些预先安排的交易计划可能存在许多法律漏洞 例如通常在选用计划和发生交易之间没有设定等待期 内部人士可以通过预先安排的交易 在公司有积极消息发布时获利 更重要的是 高管们还可以同时拥有多个重叠的计划 从而增加了此类滥用的机会 司法部和SEC认为 当前很多上市公司高管可能利用该法规的漏洞进行内幕交易 每年的交易量高达数千笔 交易额则高达数十亿美元 近日特朗普去世这一标签登上推特的热搜榜 这位美国前总统真的离世了吗 当然没有 这是一条由美国喜剧演员Tim海德克创建的标签 目的是测试推特新的内容审查机制 我很难过特朗普好像要死了 海德克写道 事实上他可能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死于这种疾病 随后大量网友也加入传播假消息的队伍 有人甚至批图模仿CNN等媒体 报道特朗普去世享年76岁的消息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此番刻意传播假消息的操作 实则是对马斯克放松推特内容审核的讽刺和挑衅 并考验新审查机制的松紧程度 因为外界担心马斯克会助长虚假信息 仇恨言论和阴谋论等错误信息在推特上的疯狂传播 成为阴谋论者的避风港 而马斯克誓言为推特松绑的举动 更在美国政界引发担忧和焦虑 11月8日中期选举临近 政治与媒体专家认为 恐将掀起新一波选举虚假信息 11月2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阻止核战争发生的声明 声明中指出 俄罗斯支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坚定持续地致力于阻止核战争的发生 因为核战争中不会有任何受益者 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态度非常明确 核武器仅用于防御 不应对此进行过分解读 俄罗斯仅在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 或者遭到常规武器攻击 且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会使用核武器 而且在目前的局势下 首先应当解决的是 阻止在核大国之间发生冲突